好,吉安乡在这一次地震也有不少的灾情 包括了山海关大楼 上亿皇宫列宏丹围楼 还有慈云山纳谷塔破损严重 那么乡长游淑珍在第一时间启动了救灾的机制 也寻求资源协助后续事宜 希望能够做好灾民长远的安置作业 3号的地震之后 我们马上开启的是 山海关还有上亿皇宫的一个居民的安置 那未来的这栋大楼 无管他们要拆除或者是要修缮 跟整个结构补偿的部分 我们就掺着专业的评估判断 跟县政府跟中央来做好地方的整备工作 那在我们的补助安迁的方案 还有未来的加损财损的补助 我们课证现在都已经做好了这个整备 而且申请的部分也给予实质现在的一个 应急的补助现金也都陆续的到位 除此之外我们也开启了从慈济基金会以及南山人寿 后续溢注在各个各户灾馆的这个部分的救助也都陆续到位 他们有不同的补助方案 所以我们会针对不同的条件做不同的救助模式 在吉安的这些上款 我们有别于齐头式的平等 因为我们必须要来在我们的救灾户里面筛选出中低收入户 甚至于是独老家老跟有特殊境遇不同条件的这一些交互 做另外的救助救灾整备 甚至于我们可能不会采取一次给予 而是每个月进行等额的救灾方式 每个月月领的部分来协助后续的整个后端的末段 那也谢谢县政府予以关怀以外 更让我们吉安乡六年取得食用权的郁金乡花园 未来要承担起我们的组合屋 关怀二到三年临时救助救灾 准备让他们组合临时灾访在这里居住的 很重要的工作力量 这里会讲相报道